嗯! 真好吃 你好 你是台灣人嗎? 香港人 台灣人 這個 在旁邊 建議你先吃這個 真實的評價 今天起得比較早 打算去吃早餐 Hello 要兩種類型 然後再要一個奶茶 當我的早飯 那就... 蛋餅 蛋餅好吧 再來一個... 這個 好,這很好吃哦 那這個一個 這個是培根好不好 可以可以可以 培根蛋餅也很好吃哦 昨天我來了 但是很快關門了 一般是12點關門 12點半 上次推薦的也很好吃 好,謝謝 我們那個動機都還蠻好吃的 那這裡的話 每週都開嗎? 還是收集休息? 想放假的時候就放假 沒有固定的 那一般來說都會開 早晨6點到12點半 叫胖運氣 要早點來 三個78塊 這麼划算 便宜又好吃 便宜又好吃 大家以後坐高鐵 可以來這邊 C6出口很近的 可以買一下 我覺得挺好吃的 這個要測評一下 去我們的Lobby 今天的一天 又是從美味的早餐開始 今天買了兩個種類 一個是肉鬆 三明治 蛋餅奶茶 我會如實的評價 聞起來味道是特別香的 這個上面是什麼? 照燒的醬料 哇塞 超讚耶 這麼好吃 這個比第一天吃的Botlay 三明治要好吃更多 賣的價格也很便宜的樣子 你好 你是台灣人嗎? 不是,香港人 香港人 你在哪裡嗎? 這個 在旁邊 你要去嗎?超好吃 這個是你的早餐嗎? 昨天在夜市 太大了吃不完 我可以一會兒帶你去 你要現在嘗試嗎? 很遠嗎? 沒有,一百米 它叫美又美 這個是培根蛋餅 我第一次吃 哇,這個 你是韓國人 對,我是韓國人 它有兩個美而美 美又美 它是美又美 然後我可以現在去過去 因為我是幾天飛機 在這裡有東西就是 超便宜 超便宜又好吃 都是在這裡吃泰國 胖了是嗎? 會吃胖在這裡 你去買一下 老闆 我給你帶來了一個客人 這個真的很好吃 這不是騙人嗎? 真的很好吃 只要是我小朋友的口味 就喜歡培根這個蛋餅 感謝Yuki 她就說你一定要吃早餐 明天的話我再打算去吃別的 哇,真的太美味了 哇,那已經包起來 哇,delicious 有一點飽了 但是這個也嘗嘗 台灣好像肉松很有名 我的大姐夫的媽媽是台灣人 她的媽媽從台灣回來的時候 給我們買了肉松 記得這個肉松特別好吃 鬆軟而且她有點熱呼呼的 都是當天做的 看著很不錯 嚐一嚐 她的話怎麼說呢? 不能說難吃 不能說特別好吃 就是好吃的水平 滿分五分的話 4.7分左右 她也是跟陳天的三明治一樣 一直吃著她會成為一個回憶 我再吃一口 可能是因為吃飽了 還不錯的 78乘以43 3358 在韓國買一個三明治的錢 就可以買到這三樣東西的話 CP值超高 我覺得台北啊 除了房價 其他都是物美價廉的 超棒 然後我都想以後賺很多錢的話 台北車站這塊買一棟房子 因為我很喜歡這個地區 離機場又近 又有這麼好吃的早餐店 今天吃的這個蛋餅啊 真的超讚 蛋餅的話 我打4.95分 建議你先吃這個 真實的評價啊 這鮮的很香 我本來就是不吃那麼甜的 這個就很喜歡 我吃吧? 很好吃 每天在這裡早上都吃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他們的這個最好吃 對 早餐還有可以買一些食果 艾文門果是這個喔 很多台灣的朋友他們叫我吃這個 在那個7月份就可以買到 其實69塊台幣 69台幣 哇這麼便宜 你會推薦其他的朋友吃這個嗎 肯定會啊 剛才也看到其他南國的朋友也有在嘛 那你今天要離開嗎 今天對 就在旁邊嘛 很高興見到你 拜拜 拜拜 我的口味 可能大部分人都喜歡 今天的早餐 視頻就到這裡了 拜拜